大家好,欢迎回来 今天视频的主题呢是 之前大家一直叫我做的 关于服饰分享类的 那今天呢就是一个 近期购入的一些服饰分享 上身效果穿搭啊什么的 那今天内容很多 有鞋子,衣服,裤子 然后包包,还有饰品 你们很喜欢看我的首饰之类 对不对,今天有首饰 对,东西很多了 想到今天的服饰分享里面 80%都是我自己用钱购入的 20%呢是sponsor给我的产品 但是呢这些sponsor的产品 我要先说一下 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的 不然我不会拿出来跟你们说 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视频 by the way,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 请点击这里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的话以后有更新的话 你就能收到提醒了 首先第一个时尚单品呢 是ZARA他们家的一个配饰 就是胸针 然后它是一盒有四个 四个装这样 价钱是17块9加币 换成人民币大概是100块钱不到吧 然后它是这几个图案 左边两个 就是一个五角星的 和这样子的一个眼睛的图案 是我个人最喜欢的 然后右边两个都是金色系 我一个个给你们看 那我个人最喜欢这个不归子的五角星 黑色的钻 很低调吧 然后不会很闪戴在身上 有两个都是金色系的 一支是这样子的一个和平鸽 然后另外一支是这样子一个像烟花一样 小的圆形的一个胸针 最后呢还有一个我个人也是还蛮喜欢的 是这样银色跟蓝色相间的这样子的一个眼睛的图案 很像之前Canzo出来的那个鞋子啊之类的 三个当然看没有就是搭配在一起好看 所以我会把这四个胸针mix and match一下 通常会把这两个金色系的match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金色和这样子银色 金银两个颜色放在一起会有点冲 所以我一般会把金色单独搭 然后剩下两个我会有的时候把它放在一起搭 因为它们两个我感觉是都是那种比较年轻 然后比较有图案感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小胸针呢 很容易提高一身outfit的那种时尚感 然后加上它比较小嘛 可以作为一个点缀 像我是那种比较喜欢穿纯色衣服的人 比如说一身黑啊或者一身白之类的 那么一身一个颜色会看起来有一点点无聊或者是枯燥 这样的话你配上一点点这样子的胸针 作为一个小点缀啊什么的 我觉得就是还蛮好看还蛮不错的 而且又特别的不费脑筋去搭配 好那下一个时尚单品呢 也是配饰 然后是项链 然后也是打扰他们家的 就是这样子的一条 非常夸张的 就是有一点波西米亚风的项链 它有两层 它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项链的价格是45块9加币 其实我这个人是很少买这种图案那么复杂 然后特别夸张的配饰 但是我最近就是很爱穿白色T恤啊之类的 那种太简单的衣服搭配上这样子复杂一点的项链 就会好看很多 不会说太无聊 我会建议如果你要搭这个项链的话 千万不要穿里面很花里古哨的衣服 因为那样的话就会看起来你整个人 it's a little too much 因为这个项链本身就是 it's very complicated 然后下面一个配饰呢 是Eldo他们家的 也是非常平价 三个戒指 然后它的色彩也是比较多 比较斑斓的 我一般会把它们戴在就是一只手上 对就是像这样 第一个戒指呢 是这样子的一个深紫色 或者是紫蓝紫蓝的那种颜色 然后第二个戒指是这样子的桃子色 下面一个就是翠绿翠绿的 这样子颜色的戒指吧 就很适合搭配长裙啊 或者有一点点剥点啊 可爱的呀 或者是女神的呀 都还蛮好搭的 好下一个时尚的单品呢 就是一个sponsor item 虽然它是sponsor给我的 但是我特别特别喜欢 因为在它sponsor给我这一只手表之前 我就已经自己有购入 这个是一年前我自己用钱买的 因为我觉得 你如果喜欢时尚的话 你对这个应该不陌生 是DW他们家的 就是非常潮 非常时尚的一个手表 这一只它刚寄到的 和这个我自己以前买的 我都拿出来想说 给你们比较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一个型号呢 叫做Glasgow 这个表面你可以看到 我选的颜色是Rose Gold 就是玫瑰金色 然后它上面有12颗钻 这样 那我觉得这一只 跟我手上这一只相比 它会更加成熟稳重 更加适合直肠 或者学生之类的 而且它很精致 有没有感觉很shee 我觉得这一只戴上去 因为它表带也细细的 表盘也小小的 所以我觉得很适合 那种喜欢走精致风的女生戴 那相比之下呢 这一只就是 更加怎么讲 潮流一点 这一只表的型号 叫做Canterbury 英国南部的一个城市 这也是为什么 它的表带也是用的 英国国旗那种颜色的 配色做成的 那这一只表的表盘嘛 会比这一只表盘要大 一圈 你们可以看到 个人为什么之前 很老早就买了这只表 还是一样 我买东西的原则 就是希望它百搭 然后希望它时尚 我觉得这个表 就是非常时尚 配白T呀 或者配 like almost anything 就算你配那种 比较slutty一点的 露肩或者露背的裙子 我觉得配这种表 也都是很OK的 anyway 如果你对这个表 感兴趣的话 我个人有一个promo code 叫做Oemma 你到时候可以用这个code 去打85折 不管你在中国的 DW的官网 或者是在海外 下一个单品呢 就是帽子 是毛线帽 就虽然现在是夏天嘛 但是 我就是很爱毛线帽 首先呢 是这样子的一个 黑色的 然后是笑脸的图案 我超喜欢笑脸的 exactly same with my tattoo 微型针在上面 就比较酷 然后黑色比较白搭嘛 也不用讲了 然后因为我很喜欢笑脸嘛 我还买了另外两顶 是这样子的 这两只是一模一样 然后是黄色的笑脸 配搭 一个是白色 一个是红色 那我知道很多人觉得 白色有一点搭不出来 因为会显得气色差啊 之类的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颜色 你可以买一个红色 然后我就红色就是 你看 现在搭我这个均绿色 也很好看有没有 就是很lively 还有一个这样子很酷的一个 写着standard1687的一个条条在上面 搭什么破洞的牛仔裤 no problem 然后这三顶帽子呢 都是在淘宝上买的 我到时候会去找那个淘宝网 那个link by the way 这个是我自己挑的 不是什么sponsor 不是广告之类的 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笑脸图案 然后我就一气合成买了三顶 不一样的颜色 今天的信息量是不是有点大 因为今天东西真的很多 我放一旺去还有好多都还没有讲 ok那moving on 我们下一个呢就是ZARA的一个包包 也是very affordable 是这样子的一个 我感觉我包包里没有什么这样子的颜色 然后我想一想 哦我真的没有这样子的颜色 然后它这个shoulder的strap 算是有一点点短 但是呢也是ok放在肩膀上 就大概是这样子 冬天那个你穿多的时候 也许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挂在肩膀上这样 但是呢我觉得拿 拿在手上 拿在手上也是挺好看的 然后呢它里面有一个 自带一个小的pouch 手包吧 这个包包是69块9加币 70加币这样 镜头上看上去很蓝嘛对吧 但其实它是那种蓝灰蓝灰 那种更加偏灰一点 现在是因为太阳正好照的这个方向 看起来比较蓝 然后就是这样子一个很大很好装东西 然后比较百搭的包包 然后我买这个原因是因为这个颜色我喜欢 然后颜色我没有 然后又是比较大 我喜欢大包 然而我小包比较多 好现在配饰完了以后 你们是想先看鞋子还是衣服 嗯 鞋子啊 好吧 好那今天视频里的三双鞋子 也都是ZARA家的 我发现这个视频基本上 majority of the stuff都是ZARA家的 第一双呢 是ZARA这样子天蓝色的一双 后跟 就是怎么讲 方头跟的那种比较复古型的鞋子 旁边有银色的包口 比较simple 比较sheik 比较简单 今年不是流行复古风吗 然后鞋子什么的都开始做这种方头的 然后我就超开心的 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那种很尖的高一鞋 虽然他们穿的真的很好看 但是我脚比较窄 所以我穿那种很高的 然后细头的高一鞋 我脚会一直往前滑 就导致那个脚趾非常的紧 很难受 这一双的价格是50加币 人民币是300块钱 然后下两双呢 就是我自己本身更加喜欢的两双 也是ZARA他们家的 就这样子的一个平底鞋 然后它是sand color 然后它里面呢是这样子的皮 我这一双已经穿过好几次嘛 你们看底 已经挺脏了 我真的觉得很舒服 所以我现在给你们推荐 因为我平时穿的时候呢 我没有把它就是 这个脚后跟也一起穿进去 我一般是这样踩着脚后跟穿的 所以就看上去非常的随意 就虽然你也有精心打扮 但是看上去就很心机 是那种sweet皮嘛 就是鸡皮这样 然后上面的缝线是那种白色的缝线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会觉得这双鞋真的看起来很精致 就是完全不像ZARA的 然后价格又很平价 很便宜 很好搭衣服 然后呢 另外一双是这样子的一个 也是没有脚后跟的 这样子的一双奶奶风的鞋吧 就看起来很老气有没有 但是其实穿的脚上也是看起来很随意 很精致 我穿它走过好多好多次路 我觉得如果你的脚稍微有一点点宽的话 可能这个侧边会有一点点打脚的感觉 但是我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脚本身形状是有一点窄的 所以我觉得这双鞋我自己穿上去也是很舒服很舒服 它没有脚后跟满 中国的天气就是夏天 都别说中国 现在多很多夏天也是很热 脚在里面穿着就是很容易散气 不会那么热 对 我觉得这双鞋呢 就是懒人首选 因为直接放在门口 然后脚往里一穿就可以出门了 剩下的呢 都是衣服裤子裙子类的 那我们就开始衣服 第一套这样子的衣服呢 我觉得是很 怎么讲高耳胖瘦的女生都很好搭 然后她是走的一个俏皮 又有一点点酷酷的风格 是这样子 让我领一下啊 这两件是一件套 就是她买的时候是一件这样子 她本来这个肩带是attached到这个衣服上 但我觉得就是绑在上面的时候 我每次肩膀就觉得这个地方凸起来 然后有点不是很平整 所以我就把它剪开了 当做一个两件来穿 里面的呢 是这样子的 就是比较短的一件 灰色的top 就是挺短的 会露出一点点肚子 外面呢 是这样子的一个 均绿色的小裙子 大概是这么长 对 然后这上面呢 有一个老虎的图案 这样子 然后下面有一个1995年 我穿在身上呢 就很希望别人觉得我是1995年 穿上去它是有一点点松松垮垮那种 所以看上去也很可爱 然后我觉得这件衣服 对身材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 因为它本身就是比较松垮嘛 下面一条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宽腿裤 这样子剥点状的也是ZARA他们家的 松松垮垮的高腰的宽腿裤 阔腿裤就是这样子 个子如果比较矮的话 你也不要担心这种裤子穿不出来 因为它是比较高腰嘛 本身就已经帮你把那个腿的长度给拉长了 再加上配这样子的宽腿裤呢 我现在很喜欢搭那种ankle boots 就是脚踝的小靴子 或者是比脚踝再高一点点到almost到小腿那种 比较细细比较紧一点的小靴子 我觉得那样搭这样子的宽腿裤 就是完全不会露肉出来 但是就很帅气 上面呢 因为它下面就是已经很多点点啊什么的 我上面一般就会搭 要不然搭黑色 就是它本身已经有的黑色或者白色的一个top 好 好我下面一件Zara的衣服是这样子的一件天蓝色的 有一点牛仔蓝的这样子衬衫 这是它的前面就是比较光秃秃 你现在看上去是不是觉得很普通 但是呢它后面真的很酷 是这样子是反扣穿的那种 正面的东西都把它放到了后面 所以看上去很different很unique by the way这里还有个很大的pocket 也是在后面就很不一样吧 我最喜欢这个衣服的一点是它的袖子这边 它袖子这边有一条红色的拉条 我觉得是把一个普通的那种纯色的衬衫 做出了一些比较一眼就可以很显眼 然后比较别出心裁的设计 那因为它是红色的拉边边的嘛 所以我在Zara网站上有找到一条 我觉得跟这个衣服非常搭的一条裤子 就是这样子的一条高腰阔腿 然后有一点点运动服的风格的裤子 重点是它一定要高腰 像我现在买的这个size是加小 我第一次买的时候是买的小号码 然后你看它这个腰是那种橡皮筋的状 橡皮筋状 对 所以我一开始买那个小号的时候呢 它就有一点松垮 就不是很紧 没有达到那种高腰的效果 反而有一点中腰 然后甚至低腰 所以那个时候呢 裤子下面真的很像运动裤 一大坨 然后垮在下面 就完全不显腿长那种 所以我就把它换成了小一点的号码 这样子它那个橡皮筋比较紧 就是可以高腰一点 腿也是线条就比较好 比较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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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一件Zara的衣服是那种有一点走心女风 然后走路带风的那种很浪漫的一条裙子 是这样子的均绿色或者卡其色的一种 然后上面它是有一点sithoo 就是有点透视 然后下面就是完全不会透视不用紧张 然后它这个neck这边有点像crew neck 就是不算很高的高领 大概是到这里 因为它袖子是这样轻飘飘的 后面也是很多ruffle 所以你如果平时约会啊 想要给男性 不是男性 你的男朋友一种那种一眼就很惊艳的look 就可以穿这一身 然后搭配那种高跟鞋 这个颜色是均绿色嘛 就是又有点酷酷的中性一点 如果你搭高帮的那种靴子 或者是到ankle boots啊 或者是到小腿那种紧一点靴子 又可以搭出那种比较中性 然后酷酷的风格 那我个人挑这个裙子 是因为它好好造型比较多油化 浪漫中带一点点硬朗 然后我个人是觉得它唇色这样子一个均绿 有一点点单调 所以我会在旁边也是别 刚刚zara他们家的那种胸针 我觉得会就是提升一点它的那个感觉 它是因为它是非常轻松的 所以我们就会有点酷的 它是比较多油的 算量在降温你 对它是我的用纸 所以我们在纸绿色里面 好下面两件衣服呢是pixymarket.com sponsor了我的两件衣服 但是这两件款式都是我自己选的 第一件呢是这样子的一个很女人 然后是露肩的样式 从这个衣架上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它露肩 其实呢它是就是这边是一个抹胸 然后袖子是这样单穿进去的 所以你的肩膀还有锁骨这边是完全露出来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肩膀比较瘦 然后比较宽 所以我很喜欢穿这种露肩的衣服 然后呢我挑选这件是因为我喜欢袖子上做文章的 这种比较ruffle的感觉 另外一件我基本上挑的是跟它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是颜色不一样 这个呢是深蓝色和白色拉条 袖子是那种泡泡袖那种 刚刚那个袖子更加公主一点 因为它是有ruffle 这个呢就比刚刚那个看起来帅气点 而且你又没有觉得这个跟这个DW手表 这个蓝色蓝基本上一模一样 所以我觉得很搭这两个在一起 然后肩膀这一块都是露出来 如果你肩膀也比较好看啊 或者你有锁骨什么的 我觉得穿这样子的衣服就是很美 下面就是这样 比刚刚那个下面要更加散开一点 所以你下面可以穿一个长裙啊 或者是比较romantic 比较女神一点的都很好 那么刚刚这两件Pixie Market的下面 我这一次视频呢都搭的是同一条ZARA的裤子 就是这样子的一条ZARA的裤子 牛仔裤 very simple very牛仔裤 然后它那个下面我很喜欢 就是这样子有一点点拉毛边出来 你可以把它卷起来 也就是像这条裤腿这样 或者呢你就可以把它整个散下来 它是不会到脚跟的 就是如果你这么长的话 你会穿成一个九分裤的样子 如果你把它挽起来一点点 你会穿成七八分裤的样子 我个人比较喜欢把这个放下来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服饰穿搭类的视频 希望你会喜欢 如果你喜欢刚刚的视频呢 请点击这里点一个赞 还有之前50 Facts About Me抽奖活动里 YouTube上中奖的三名朋友当中 只有一名跟我联系了 剩下两名还不知道自己中奖了 所以请你们回去看一下 在那个50 Facts的Information 看到你的名字有没有在上面 如果有的话请及时跟我联系 这样的话我可以把你们的礼物寄出来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 请点击这里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的话以后我更新的话 你能收到提醒了 好那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